大家好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桂花树 我这棵桂花树 简直视频给大家发布过来 就是给它做了一个修剪 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不过这里已经长出了很多新叶片了 当时修剪就是往这个位积给它修剪掉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生长的比较有利这些叶片 然后给它修剪完成 大概你第三天我就给它补了一点养分 就是给它剪埋到这个盘土里面去的 不过有话有反应 它自己家里也是经过了修剪 为什么继续没有长出新芽新叶 其实想要长出新芽新叶的话 首先修剪完成就一定要记得给它补肥 补完肥旧 把它放到一个环境通风下去养护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强光曝晒 我今天所说的就是这种盆栽 如果是地栽的话 可以给它全域造 因为盆栽跟地栽是不一样的 因为盆栽的话 你这个花盆的话 一旦晒热这个盆土这些泥土的话 它是很难生长的 甚至会导致这个伪念的情况的时候 最好就是散尸光为一样 补肥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月给它补一次农加肥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节目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桂花树修剪后 如何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次再见